这是台南市后币区顶长社区阿妈用火龙果与糯米制成的咸红鬼果 标题是火龙果的红色,没有加色素 嘉义市幸福乐林教育推展协会理事长蔡玉璧 到台南市后币区顶长社区福康自主学习团体上个两个月 今天举行接夜市活动 顶长社区总干事张梅雪 特别邀请柳莹农会共襄盛举 制作火龙果红归果 柳莹区农会推广谷指导员谢翠玲说 特别推荐五军营正正茂 谢美英种的火龙果又大又甜 每颗都达一 五台经大伙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忙 先以糯米与火龙果制成米浆 再做果切 早上炒高丽菜、大头菜、青菜与咸菜等馅料再包起来 阿妈们强调这不是染料的红色 而是水果的天然红 最大特色是没有色素 过程是高龄长者亲手做 共享共食特色的红归果 还有手桌彩灰米袋 后壁区的红归果 红色是火龙果的红 记者吴正修摄影 分享 后壁区做红归果 用后壁糯米与柳营区火龙果做的 红色是火龙果的红 记者吴正修摄影 分享 后壁区做红归果 用后壁糯米与柳营区火龙果做的 红色是火龙果的红 记者吴正修摄影 分享 感谢观看